每座城市都应有自己的墨河舞厅 10月下旬 墨河舞厅歌曲爆红 一座边陲小城 一个小城舞厅 一段爱情故事 因此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创作者刘爽介绍 歌曲以舞厅里一位独舞老人张德权 和其在大火中失去王妻的故事为创作背景 歌曲里中真的爱情故事 唤起了人们对发生在1987年的大兴安岭 五六特大森林火灾的沉痛记忆 据报道 今年3月 当地文旅局的视频号 曾经发过墨河舞厅歌曲 但没产生多大反响 以前有很多 以后也有很多 而且很难预料 这段爱情故事会不会成为一个强大的IP 得到更多的艺术呈现 城市集人 人籍形象 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努力寻找爆点 全力推荐自己的城市形象 相对于宏大叙事 以及华美的概念的口号的单向输出 更多关注细节 聚焦人物 故事 情感 很有可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这是小城现在唯一的舞厅 由于精灵惨淡 李金宝一度想把舞厅关了 随着墨河舞厅走红 他改变了想法 把舞厅开下去 让跳舞的老人们能一直跳下去 当然 活动空间病故一定都需要财政买单 可以更多的吸收社会资本的进入 哪怕在政策上提供一些支持 回想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舞厅 那么张德权的老年生活 就会多了不少孤单 也不会在这里遇到音乐人 更不会有这首歌曲 目前来看 墨河舞厅可能会成为 继成都之后再次捧红一座城市的音乐 这也算是意外收获了